中华民国112年10月19号星期五 我们该播的是王杰小巨人 其实有一次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王杰 他曾经在那个YouTube上面有拍过他的家 在加拿大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 你知道他其实基本上我都觉得他可以参加实境秀 就是说荒野大生活的 就是他会开那个 你知道那种铲雪车 很高的 就是曾经压过那个雷米 他叫什么雷米什么瑞克的 就是他他不是被铲雪车压过吗 你完全一笔搞不好可能都凑不出来 好像他不是 有啦杰瑞米雷娜 就是王杰他会 他会他可以过那种很冰天雪地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厉害 其实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刚才听的是他的歌小巨人 非常符合他其实是一个大巨人 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 我刚才还没有介绍这个人 他竟然就发生了 也就是说那我们已经是开学第二周 第三周吧 第二周对对对对 双十过后第一周的 全地表最重要的电影达人 笠亚 这是不是介绍过很多遍的 每次的片局对 illegal 这样子好谢谢 对我们先双十过后 哦是是是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要讲国旗 哦哈 你知道人爱录的国旗回来了 哦 就说其实国旗有一阵子啊 你會發覺說在例如說台灣光復節已經沒有了嗎 還有還有還有 我們現在等於是說 大家知道有它的存在在已經不放假 但節日這種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不放假就沒有人在乎 還有就是說節日放假可以可是大家又不想補班 所以說所以然後我就發覺 因為前幾天天氣晒很好 那就不小心就是去遛狗 然後就看到哇仁愛路的那個國旗飄揚 是非常漂亮而且再加上金鐘獎頒獎正在搭台 然後也在陽光下閃耀著那個帳篷 我就發覺他是今天就搬嗎 是好吧 OK那我以為他還要蠻多天的 因為他的工他已經搭了大概一個禮拜了 差不多啦搬那個天 因為我每晚都去監工嘛 就他從那個那個帳篷的那個支撐的感對不對 是 KING KING KING進去然後到搭真的蠻辛苦的 然後搭的很繃得很緊 但是我覺得帳篷有一個魔咒 就是你只要搭了 他一定是晴空萬里 夜間有星辰滿天不下雨 但是你只要一不搭對不對 一定清盆大雨 這個是哪某一種莫非定律嗎 某一種魔咒 但是我是說這次帳篷真的非常的好看 大家如果說今天晚上 他們才還會保留一天對不對 大家要看的是典禮內容 大家並不是要看辛苦的帳篷 好還有工作人員 那講到國旗呢 我就要講一下我們這個故事呢 這舞台劇呢也是非常有濃濃的 應該是懷舊的味道 謝謝大家收看 這是我們的才子王偉忠 也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說到哪裡的主持人呢 王偉忠他寫跟島的故事 然後是我們的 因為其實跟著他長大的 應該都知道他有很多經典的 他創造的角色 還有他的一些非常快智人口的綜藝劇 現在其實已經沒有了 但其實大家都可以在這個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網路平台 而且就不用花錢的 歪開頭那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們就是老三台 他們都會把一些舊節目放上去 所以你永遠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一定都還記得就是 連環砲啊 裡面的中國電視史 現在沒有節目敢叫自己的內容 叫中國電視史 還有全民大門國 現在就是叫中國電視史 對不對 比較後期的就是全民大門國 是 好再過來就再更老之前的是 孫小毛 嘎嘎烏拉拉 這個節目裡面的布偶 天啊 你講出了那個關鍵字耶 這個節目裡面的布偶 對 因為嘎嘎烏拉拉 非常像我很愛吃的一種 南洋兵叫 摩摩雜雜 完全不像 連AEB都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無交集 好 那麼歡迎大家如果說要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那些年看過的是 然後精彩的一些故事可以來看 謝謝大家收看 舞台劇這一次在高雄首演 那麼呢 是10月27號 10月27號到10月29號 演員呢 有余子玉 郭子 錢 還有呢 王偉宗 本人 所以大家呢 可以呢 好好的來欣賞一下這塊土地 這一塊我們四五年級啦 其實應該不是耶 是五六年級 我覺得比較沒有四 應該是五六年級 那四那個時候可能就是下班回來有空 也許可以看得到 哦 對對對他下班了 是 好好好 那麼要買票呢 可以在UDM售票網 UDM售票網 高雄的朋友們 在高雄的魏武營的歌劇院 請大家不要錯過 10月27號到29號 好 那麼說到我們這個 說到我們這個 迪亞來了對不對 是 有什麼特別 每個禮拜都會來 有 我這次竟然發覺 有一部大片 怎麼了 可是你這次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講到 是什麼 感覺是衝著奧斯卡 有可能 對不對 對 你覺得我要講哪一部 我知道 你不要跟我講成什麼拉麵啦 或什麼之類的 跟拉麵一點關係都沒 沒有關係的 對 我覺得有一部大片是不是 好 待會兒迪亞應該 你還沒看吧 你還沒應該還是 已經看過了 而且呢 這個片子我必須說 嚴重建議大家 看那一天 最好看之前 絕對不要喝東西 絕對不要吃東西 因為他的片子長三小時 二十六分鐘 中間不休息 你知道嗎 上次你講過一部片 後來我發覺 欸這樣子看下來 我絲毫沒有任何變異 就是 歐本海默 但這部片子 比他長了二十六分鐘 所以你的 有點困難 無變異要撐更久一點 我覺得不在 不 不 不但是你的支撐點 支點 耐點 小數點 要很久 而且你可能 每一點都要很久 要過很久 而且你可能還真的是前三十分鐘 或前三小時 要滴水未盡 完全不可以 我那一天就是這個 應該是說前一天晚上半夜 才喝了水 然後接下來再也不喝 一滴都沒喝 一塊米 一粒米都沒吃 這樣子好了 我們就這段的結尾就是 請大家用檢驗血糖 對 抽血之前 前一天晚上的那個心情 來做 你去準備看這部 OK 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這部 我們待會會介紹就是 請用抽血的模式 來欣賞這部麵 前八小時都不要吃東西 好 那麼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北部票房排行榜 第十名 這是從一個這個推特上面的 玄奇 而且很紅的鬼故事 改編成了電影叫 親愛的大衛 那雖然片名五個字 完全沒有一個字 沒有恐懼感 跟什麼鬼或恐怖有關係 對啊 但其實他講的似乎是一個 就是有這一個 所謂的圖文畫家 然後他就一直在講說 自己好像被某一個什麼 只有半邊臉的男童鬼騷擾的故事 而且呢 他還甚至於宣稱說 他有用攝影機把這一個 半臉男童鬼拍到 所以引起在網路上面的轟動 可是呢 這個前提拍成了一整部 電影的時候 還有沒有辦法同樣驚嚇的觀眾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親愛的大衛 那就是本週上片 第十名 本週的第九名 這個已經上演了一陣子了 他馬克老闆 那當然就是獻給全台社出的一部電影 最近這個片子呢 還會在一個劇目大廳裡面 辦叫做K歌歡唱場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男主角就是盧廣仲 所以他在裡面 當然有很多歌 而且這個片子裡面要唱一首 就是比我們剛剛講到的 謝謝大家收看更老 而跟他可能有 少少的一點關係的一首歌 我一定會 因為你講到了更老 對 我會非常怕 it 又不是夜半歌聲 夜半歌聲 你很怕我知道 對不對 我很怕你真的知道 真糟糕了 那完蛋了怎麼辦呢 你趕快說 好 在裡面他們會唱 小人物狂響曲 這不是又是 陶大偉跟孫悅 還有一個是 夏零零 有夏零零嗎 有夏零零 小人物狂響曲啊 是 我知道那張專輯 Yes 就是陶大偉曾經錄過一張CD 是 就是小人物狂想曲 小人物狂想曲當中在隔了一兩年之後才出了那首嘎嘎烏拉拉的歌 然後因為有嘎嘎烏拉拉這個歌才會有嘎嘎烏拉拉這個節目 有嘎嘎烏拉拉這個節目才會有生小毛 才會有我們幕後幫他配音的王偉忠先生 然後因為有夏琳才有曹啟泰 也不是因為曹啟泰 曹啟泰跟嘎烏拉拉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他基本上是跟連環砲比較有關係 請大家再去看謝謝收看 不過泰馬克老闆今天就會有小人物狂想曲 為什麼會唱是歌嗎 因為小人物狂想曲這首歌裡面就講 一開始就說我是一個小人物 然後住在什麼破屋 然後但是每天充滿著奇妙的幻想 工作起來就很開心 正如我們所有全台灣社畜的新生 然後這首歌其實本人會喝 但是問題是不會哼給大家聽 因為我絕對不承認有這麼老 我是一個小人物 好像不是 差一點 有一點像了嗎 差一點前面都很像到後面過了 我11個小人物 對 第一句對了 這一句對了 然後不要再唱下去了 再唱下去越唱越對你就越來越老 請不要這樣子 天啊 我昨天已經唱了 HOLD ME NOW 所以我今天不能再唱了 小人物狂想曲再晚一點 那所以呢 他馬克老闆這片尾就這個小入狂想曲 大家好好可以跟著他唱一下 真的老這首歌 本週的第八名 我們應該放一下 好 本週第八名 第八名已經待在這裡滿久的了 算台灣票房也不錯了 這部片子 其實呢基本上我覺得 可能就是江泰講的也沒錯 有很多觀眾是吃飽飽了以後去戲院裡面發現 哇這個又割腿啦又破肚啊又開腦了 所以呢也許因此而影響了某些觀眾的觀影的興趣喔 那所以這個片子應該說他的呃評價不錯 但他的票房還有可以成長的空間啊 那下一次也給導演再思考一下 就是說需不需要拍的這麼的血淋漓 其實會這樣氣的可以去 他會吐啊 就是可以解氣很解氣 OK好那就是我們的第八名奪魂巨石 那這個是第十季了 怎麼又來了從十到七有三部 是那這個第七名呢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更老的系列的新緒篇 叫做大法師信徒 那這一次呢原先的女主角艾倫伯斯丁爾回來 那這一次他的中邪的女童 從原版的一個變成兩個 所以有一黑一白 那兩個最後只能活一個 到底誰會活下來 就要去戲院裡面看 而且呢這個片子非常妙的是 這一次呢戲份喔 這個白女童的戲份還不一定比黑女童多 所以其實蠻符合目前我們現在的思考 我覺得一定是黑女童活下來 江泰不要亂猜喔 我在猜 我在猜 我們也不能夠破梗喔 不過大家就要去戲院裡面看 那這個第六名 這個雖然不是恐怖片的類型 但是他描述的事情很恐怖喔 而且呢有可能 極有可能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喔 那這個就是說 國外呢歐美有很多這個很可憐的 或者是被騙的弱勢的孩童青少年 被拐賣喔 然後就賣給一些戀童癖的成年人 變成他們的奴隸喔 這樣子的故事 那這部電影叫自由之聲 它是今年暑假美國的票房奇蹟大片 因為他在美國的票房是一億八千多萬美元 其實比很多喔 我們大家更聽過的商業大片還賣座 那這個片子就在想 不要這樣子也有福伯好嗎 不要只有他 你每次都針對湯姆克魯斯 好 那這個自由之聲呢 他這個片子是根據《真人時事》改編嗎 那所以我們男主角吉姆卡威所扮演的 這個前探員其實是真有其人 那他也真的救了不少這種被拐賣的 兒童青少年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第六名 議題蠻嚴肅 但其實拍起來還蠻好看的 而且娛樂性還不錯的自由之聲喔 這個是第六名 本週的第五名 這是一個有點特別的科幻動作片 叫做AI創始者 為什麼特別是因為 通常我們看到這種AI系列的大片 他大部分都是在歐美 結果呢這個AI創始者很奇妙的一點是 他把這個AI機器人的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很peace很和平天堂的 可以容納AI機器人的樂園 把它擺在東南亞 所以你就會覺得這個片子看起來 他的外觀就很特別很特別 因為你不會看到說 這麼高科技的事情發生在亞洲 有廟跟塔嗎 都有 那真的蠻衝突的 我們剛才聽的是 可以在舞台劇有關 謝謝大家收看 然後同時也是他馬克老闆 只有他馬克老闆 只有他馬克老闆 對不對 可是那個年代 對好 他馬克老闆也不是那個年代 但很妙的是他就放了這首歌進去 所以我個人那個時候其實 一面看是有點感動啦 但也一面很好奇想問導演說 請問您覺得現在的年輕觀眾 有人聽過這首歌嗎 其實我覺得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新歌 很有很熱鬧的 那你也不一定需要放這首 因為新歌講社畜的應該也不會只有這首歌 不然你再舉一首 欸我還真的舉一首 沒有我覺得張愛家好像有出 那也是個很老的專輯 忙忙忙 完蛋了 不行 沒有這首歌 沒有沒有這首歌 天啊 我跟迪亞簡直就是金之玉孽了 不行 為什麼你這樣講一個 我就可以馬上接呢 不不不不 我們絕對沒有聽過這些歌 它都不是在我們的年代出現 春花秋月何時了 都不可以都沒有聽過 你應該接往事值多少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春花秋月何時要往事值多少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第四名 這個就是非常可愛的 而且這一集賣座明顯的比上一集又再好一些的 汪汪對立大功超級大電影 看從中秋連假到國慶連假到現在 他一直都還在榜上的前幾名 所以呢可見這個家庭幼兒市場 還是有一點機會 大家想看動畫片除了日本動畫以外 其實美國的動畫也是可以來選擇一下 你知道少子話我們要盡量滿足所有 幼幼的幼幼的嗜好你知道嗎 這樣嗎 翻二代 我個人覺得 就算他喜歡看金劇我們也要帶他去 怎麼可能 他那天做金釋 楚變不驚 他竟然直播一個小時整 他沒有哭 你想想看這樣大將之風 他快要領軍了 感覺 將來可以開IDF 這是第四名汪汪對立大功 我們的第三名剛好片名也有個三 叫做周楚楚三開 那他這個是本屆金馬獎入圍七項 然後這個阮今天要第二次角逐金馬影帝的一個電影 裡面呢也有很刺激的動作場面 也有跟邪教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滿有意思的一個片子 當然最近也關於他的話題不少 不知道會不會因此 對他的票房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影響 你覺得呢 問題是現在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如果你有一些指控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證據需要拿出來 大家才會知道 我們就慢慢看這件事情會怎麼樣的演變 好像他指責了 他又在臉書是擠牙膏式的 臉書擠牙膏擠得到現在 但是現在證據還沒被他擠出來 那所以呢我們大家就等著慢慢看 那本宗的第二名也很妙 第二名的片名也有一個二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個第二集 這個片叫做女鬼橋二怨鬼樓 那我們知道女鬼橋的第一集呢 是以這個中部某大學的傳說 為這一個故事的發想的來源 那這個女鬼橋系列 就是要走各大校園恐怖傳說路線 所以說這個第二集呢 就換到了我們台北的山上最高學府 裡面的某一棟管裡面的這個問題 我後來好好的問了一些我同學 那他們是有碰到嗎 沒有任何人 奇怪了 可是後來我發覺我問的那些人 他們很少上課 你不能找一些都在翹課的人 一直在上課的好像都只有我一個 所以這告訴大家 還是要請上課才能當貴夫 就是說八字眾才能上課 但是你知道今天那個網路 就是說最後不是 這部其實也很紅嗎 因為他一就一了嘛 對不對一就冠軍 但是他介紹的這部最厲害的是 特效化妝 他不知道有沒有入圍 其實他有入圍一些金馬的技術項目 所以說呢大家其實也可以再去戲院裡面欣賞 像大一幕來看會比較過癮 重點我還沒講完 你知道化妝師的那個特效化妝師嗎 他長得像玄冰 哇哦 真的 但你也不能在電影裡看到他 真的 但是你在電影裡也看不到他 他是不是把他自己化成玄冰了 也沒有 但這個片子 他非常好看 這個片子裡也看不到他 我希望他得獎 我只要這樣子講 第二名 玫瑰巧二人 大家才可以看他長怎樣 本週的冠軍 本週的冠軍還是一樣 那就是宮崎駿最新的作品 倉鲁與少年 然後呢大家才發現一個很驚人的紀錄 叫做宮崎駿的片子 這一部片子 是他在台灣最賣座的一部影片 不敢相信 另外一個不敢相信的是 這也是他在台灣目前為止 唯一一部目前已經賣破 賣破一億台幣的片子 所以你看宮崎駿以前片在台灣 雖然這麼紅 這麼被大家喜歡 知道這一部才賣破了一億台幣喔 會不會累積的口碑就毀在這一部 不知道喔 那你看喔 柯南系列都好幾部破一億了 然後這個新海城的電影都兩億三億的在賣喔 那我們灌籃高手都四億 那我們的鬼滅之人都六億 但我們宮崎駿才第一部破一億 我覺得這部被你看高中生的那種社群對不對 很多人是寫不知道在演什麼 以上呢 就是本週票房排行榜 那關於我跟迪亞在本週末期 已達到了一種金枝玉葉的地步了 所以據說我們等一下要看的那一部 呃 請以體檢八小時不要吃東西的 嚴格標準進場看的這一部片 就是 呃 這部電影叫做花月殺手 那其實很好玩的是呢 他其實是平台 就這個片子其實他在籌備過程裡面很複雜 就是他改編自真人實事 然後他也有一本書 那其實這個書比電影還早上市喔 那這個書的內容就在講說 因為電影的故事是講到差不多一百年前 在美國發生的一個 呃 原住民區的一連串的謀殺案 印第安嗎 他算是印第安人中間的一個種族 那可是呢 呃 這個族的族人呢 接連的遭到謀殺 然後其中有一位女性喔 他自己本身也是陰謀的受害者 但他已經受不了他的家人 一個一個陸陸續續 莫名其妙就死掉 所以他後來說 到最後他就決定喔 雖然他得糖尿病 而且蠻嚴重的 但是他就決定拖著病體 到華盛頓去跟當時的美國總統叫柯立枝喔 向他請命就說 不行我們這個地方啊 原住民的區裡面太多人 莫名其妙死的不明不白的喔 希望說你能夠派人來調查清楚 那那個時候其實FBI算是一個最早期最早期的成立的狀態 那後來這個女性去請命之後 FBI就真的有派人來調查喔 那整個這個故事就是在講說 後來調查出來的結果 然後最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那也因為這個案子呢 FBI就開始慢慢的 這個單位越來越成長茁壯喔 這成為美國一個很重要的調查單位 可是喔就是說原本電影公司 因為這個片子呢 導演是馬易斯克希斯 所以基本上他拍片都不會太便宜 然後所以電影公司本來他們是 也差不多出了一億多喔 大概一億千一億八千萬 那真的是很大的預算 給出去的時候他們就希望說 我今天得到的是一個史詩娛樂型的劇片 他就史詩跟娛樂有一點點 不會啊不會不會不會相衝突 那大家只要看神鬼戰士 就是個史詩娛樂型的劇片 可是問題是馬易斯克希斯 他通常拍出的史詩片子 可能就不太會娛樂喔 對啊 我們之前看過很多像什麼沉默啦 之類的這一些都是很嚴肅 沉重 很沉重 可能也沉悶喔 的片子 那所以呢 本來是有編劇把這個故事改編成了一本劇本 然後這個電影公司看到這個劇本以後 覺得可以滿意 我可以播給你一八千萬美元的預算 去這樣拍 結果到馬易斯克希斯手上的話 他就把它改改改改 全部改成他想要的 那個版本的劇本拿回去給電影公司的時候 電影公司就說那一億八千萬我們可能不能這樣拍喔 那所以呢 我也覺得 該怎麼辦呢 於是呢 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想說反正還好嘛 第一個因為 導演是馬易斯克希斯 然後他的主要演員 那個時候就已經 談好有李奧納多迪卡皮歐跟勞伯迪尼羅了 這兩個人很好賣片嘛 所以說 他們就交給李奧納多的這個 他也不算他的經紀人應該算他經紀公司合夥人 因為現在大部分大明星都自己在做喔 他就說好那你們你們可以去找想要的單位 那到最後談成的條件就是說 新的單位出大部分的錢得到這個片子的權利 但是電影公司我還是有這部片子的上電影戲院的權利 什麼單位 所以最後加進來的這個 就是我們大家很喜歡買他們的手機喔 前一陣子15出來的時候也是一堆啊 對排隊的那一家公司 所以他要放他們平台嗎 會但問題是先要在戲院裡面上映過 RUN完了以後才會上平台 那家公司可有錢了 對所以他們基本上他們是不太在乎說 你一八千萬美元給我怎麼拍的喔 所以呢 而且也只有馬丁斯科 其實你才可以馬上就要到這兩個很 很好賣的演員 不一定啊 因為他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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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用到那魔殺手的話 我認為只有馬丁斯科西斯 他可以馬上好不猶豫的點頭 因為他算是他的啟蒙啊 我是覺得這裡就是他們兩個 我個人認為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兩個合作太多次了 說真的 你今天把這兩個人出來 我還真的覺得不是那麼感興趣 因為我都已經大概猜得出來 你們兩個會拍出什麼樣子 那這一次還是他加 李奧納多加勞伯迪尼洛 還有一個 真的好沒意思喔 但是我覺得另外那一位 可能會是亮點 什麼 誰 就是演犬 糟糕他叫犬什麼 犬山 犬山記嗎 犬山記的什麼 演那個 後來結尾夫婦的 蜘蛛人 蜘蛛人 克力斯 對 好那我必須說 傑西普萊蒙 但是傑西普萊蒙演的就是我們的聯邦探員 那這個電影三個小時26分 他大概在兩個多小時的時候才出來 你覺得他能為這個片子製造多少的有趣的亮點 然後還有人比他更晚出來喔 他還算更晚嗎 他也掛名了 有就是我們今年的奧斯卡影帝布蘭登廢雪 他比他更晚出來 他在兩個半小時以後人才出現 所以你可以想得到他在片子裏面的 到底有多不滿意 不是因為這個片子的故事太長了 所以他們兩個都在很後面的時候才會出來 不過影帝蠻多個的 三個了 然後伯迪尼洛 然後布蘭登廢雪 而且布蘭登廢雪還是熱的 對但布蘭登廢雪也就真的感覺上是來客串的而已 瘦下來的嗎 沒有他的戲也不多 但真的也沒瘦下來 所以我覺得我反而覺得我比較訝異的是 勞伯迪諾的戲比想像中多很多 因為這個故事呢他竟然是在講 好基本上我們剛剛已經稍微略述一下這個故事的概念了 他故事呢到最後呢經過馬丁什跟西斯改編的結果 本來電影公司希望的方向是說 我有一個聯邦探員來調查這件事情 然後你當然就會比較刺激 本來電影公司是巴望的說 馬丁什克其實讓李奧納多艾也是個探員 然後去調查 有這種追這種線索 然後辦案 結果 這才好看啦 就是有點謀殺 拍出來的結果是 傑西普拉莫這個探員 而且到兩個多小時以後才出現 所以基本上他也沒查什麼 那他前面兩個小時我們已經憋了那麼久了 就在看那些原住民怎麼被謀殺 所以他的重點擺在 他重點擺在說 勞伯丁頂洛演的就是個面善心惡 勞伯丁洛演的是那個原住民保留區的地方首長 然後感覺起來好像跟這些原住民都是好朋友 然後充滿著一臉慈祥 他是特區的行政首長 對然後是感覺看起來很友善 然後跟這些人都交好朋友 但實際上他就是謀殺案的主謀 他就想辦法逼他身旁的人 就想辦法去把這些原住民一個一個幹掉 想要欣佔他們的人頭權 為什麼因為那些原住民在他們的領地上 因為他們的這個領地發現石油 所以大家都很有錢 原保弟 這部電影我看預告的時候我會非常想看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演什麼 好那基本上就是在演這個 就是勞伯丁頂洛他就是地方首長 但他實際上面善心惡 所以他一直想辦法部署要把他身邊的這些 因為石油而報復的原住民 我們這樣沒有爆雷嗎 直接講了 就已經讓你知道他 對啊 而且拜託這片三個小時26分 我們已經爆了三分 然後這個李奧納多演的就是他的外甥 那李奧納多演這個角色 就是被他逼著去跟一個很有錢的原住民女性結婚 然後結婚了以後 其實李奧納多也不是不愛他的老婆 但是他的舅舅告訴他 他要去開始去對他這個老婆的家人下手的時候 他也沒有太猶豫喔 就慢慢的就很聽話 跟著就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跟他以往演的不太一樣耶 也不會我覺得他其實演來演去就是那樣子 然後呢 你對他很有意見我知道 也不是 但我覺得這可能就是他跟馬英勢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會有一些小問題的地方 就在於你實在是找不太多新鮮感了 那可是這個片子呢 反而我覺得最精彩的是在最後一段 所以我覺得大家前面去上廁所就算了 最後十分鐘你一定要回來看一下 所以也就是傑西普來蒙跟布蘭登廢雪都出現之後 沒有 等他們都退場之後 還有 這個已經夠晚出來了 最後的十分鐘 我覺得觀眾最不能夠錯過的地方 反而是整個電影裡面最電影感的地方 電影感裡面最電影感的這一趴裡面 很可能所有的主要演員沒幾個有出來 所以必須說這一次呢應該說啦 你不能說主要演員演的不好 其實演的都不錯 但問題是他們以前演戲也都很好啊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很新鮮的感覺 唯一一個真的很有新鮮感的就是裡面的女主角 就是演那個李奧納多太太的這個原住民協同女演員 她叫莉莉葛萊史東 她真的是原住民 她真的是原住民 然後她這個莉莉葛萊史東在裡面演的就是一個很有錢喔 可是就她的兄弟姐妹一個一個的被謀殺 然後她爸媽呢 爸爸已經死掉了 媽媽後來也過世喔 然後眼看著接下來剩下最後一個 就她了 就她了 那怎麼辦喔 然後你也不曉得說她的老公是會害她呢 還是會救她 天啊 好刺激喔 好啦 如果你覺得三個小陣子 能往這個方面想會比較刺激的話也可以啦 喔千萬不能說了 那基本上呢 另一個來史東我覺得是本片最大之目光焦點 我個人認為 女主角 如果要入圍奧斯卡的話 三個人李喀可能機會最多 那也許有可能李奧納多還有一些些機會喔 那老伯迪諾的話可能是男配角這個項目裡面 競爭過於激烈喔 所以我覺得她的機會可能比較小一點 那只能說這片子呢 最後十分鐘真的是不要錯過 證明馬金史克希斯依然很會拍電影 保到未了 完全不但保到未了 而且你還會覺得說 保到更厲害 怎麼想的到這個樣子去結束這個故事 你千萬不能說 對所以建議大家 前面你真的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用抽血的那種準備 你真的不小心喝了水吃了東西 真的想上廁所 趕快去 就去上 對盡量上 最後一定要回來 可是你總對每個人的出場也得看啊 你不能說出去以後 他們都退場了 你才回來吧 不不不不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所以這個片子必須說 他品質製作當然是很不錯 可是我真的真心覺得 他最適合的一個形式就是 你乾脆就把它拍成迷你影集 好了 哇 你好聰明喔 他的長度幾天就是六集嘛 五六集把它講完也是很不錯 而且大家反而會覺得很棒的影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子可能會更好 但目前為止就是一個 你沒有中場休息的電影 那就這樣吧 那沒關係 那我會給他我們本週的單位是 好 本週單位是我們上次就很想給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這句 這給的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說茶碗珍 就是等一下你長得很像茶碗珍 那這樣我是不是會開始要覺得火大要打人了咧 到底 是不是 可能會揍人 我會這樣知道 茶碗珍其實是很可愛的 也不難吃啊 平坦好吃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不要增出氣泡 表面平滑 他是非常可愛的 到底他的 他被 在岩上是什麼意思 好 那所以呢 我基本上這個片子呢 他三個半小時我就給三個半茶碗珍 那如果說他短一點的話 我可以給他四個茶碗珍 但他實在拍的有點長 大家要有個耐性 那這個是本週的大片之一 那另外一部是已經在台灣上演一陣子了 那我覺得要看要趕快把握機會 不然他可能很快會嚇掉 那這個片子呢也是很有來頭 他就是今年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金雄獎的得主 他片名叫做賽納河上的船屋 那大家不要以為說這個電影 感覺好像是為了替巴黎製造新地標 巴黎奧運 要在賽納河開幕 他基本上這個船屋 他是一個精神患者的療養員 他就在賽納河的河邊 是一個和尚的船屋 那他裡面的這個精神療養的這個課程裡面 他很妙的是 這一個療養院裡面 他幫他們所有的病人開的課程 都是一些藝術相關的課程 就比如說我們找這患者 來自己去籌辦一個影展 你自己挑你想要給大家看什麼電影 然後為什麼你要給他們看這些片子 看完以後有什麼心得啟發跟討論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去欣賞一個什麼畫展 或者是一個舞蹈表演 然後甚至於他們自己還會組織 就是我今天來組織一個舞蹈的演出 讓我們大家互相分工合作 完全是藝術治療耶 是他就是以這個方式來治療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製作的蠻嚴謹 然後他是一個紀錄片 他不是劇情片 那我覺得也是給大家了一個新的視野 他是金雄獎 對 最佳影片金雄獎 所以就表示說他是非常有起力鼓掌十分鐘的片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片子我也可以給他3.5個我們的茶碗蒸 那當然茶碗蒸絕對都不是醜的 茶碗蒸是好吃的 是的 所以說剛才的那部片子叫做賽納和尚的船屋 謝謝迪亞 好